在九龍城一條行人隧道裡出現了一幅很漂亮的壁畫 走入隧道就好像走入海底世界一樣 這幅畫原來是出自畫家李鶴峰的手筆 今年的年初香港幼洋文化藝術基金 找到我們準備在隧道畫幅畫 以海洋為主題的構思 訂好了主題後李sir就開始搜集資料 畫了一幅按比例縮小的草圖 主要是想表現海洋裡豐富的色彩和和諧的氣氛 隧道有22米長 用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來完成這幅畫 正中間畫了一條和實物一樣大的瓊沙 瓊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魚類 牠們不懂得肉 大隻的動物 體驗像姚武揚威但未必有殺傷力 有些東西不要提到表面 反而在瓊沙背後的白酒魚和蝦蟹 可能就更加有殺傷力 人生百態在這個壁畫上 我都有表現出來 我看到暗暗沉沉的位置 少了些東西 我就加了一些魚 這兩條魚是偷偷摸摸的 人生有些東西是鬼鬼祟祟的 我都表現出來 還有一些魚選擇隨波續流 有些魚選擇獨善其身 所以美好的環境 什麼性格的 人都有 我把它套進去 希望在這個環境裡 大家都可以共融